歡迎來到米糕店換大本營,我是Michael 任天堂終於出手控告有子模擬器YUSU 在2024年2月26日公開初報的陳述 這份多達130項內容中 主要指控有子模擬器 違反了DMCA數碼千希連版權化 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指控 內容多得相當驚人 今次任天堂以美國任天堂的身份 在羅德島州美國地方法院 對有之所有的Tropic Haze 提出訴訟 就在香港時間3月5日凌晨 Tropic Haze 不但同意和解 還向任天堂支付240萬美元 同意永久禁止參與幼子的發佈 還終止埋3DS模擬器室場 任天堂律師表示 幼子模擬器提供了非法解密 速成玩Switch盜版遊戲 所以他完全沒有任何合法使用的理由 如果幼子選擇訴訟 而最後敗訴 將會衝擊最初使用模擬器合法化的 索尼控訴Connectex的案件 而且這次控告並不是版權保護 而是智慧財產侵權 而任天堂在陳述第25點更強調 在比較新任天堂設備上玩舊任天堂遊戲的能力 是任天堂現在及未來的重要市場 所以幼子團隊的3DS模擬器室場亦都受到牽連必須下架 為何幼子模擬器遇到任天堂的控告 就光速跪低呢? 任天堂法務部究竟做了些甚麼呢?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 SHARE 以及記得按鈴鐺 賣高電玩大本型需要有你的支持 正如坊間傳聞所說 如果Switch後介機只是一部加強版主機 效能提升可能相當有限 如果有志模擬器能夠成功模擬新一代主機的話 對任天堂來說肯定是一場惡夢 所以才會在這個時候才發製 雖然模擬器合法化早有先例 但任天堂試圖在多方面的證據 證明有志模擬器的存在 是剝奪任天堂的智慧產權從中謀離 文件指出 在世達傳說王國之旅遊戲發行前的一個半星期 已經出現網上盜版 而且下載量達到100萬次 指控有志模擬器間接有到第三方侵犯任天堂遊戲版權 又說開發者用盜版的遊戲測試柚子 拿遊戲發布後很快就能夠在柚子裡面運行 為任天堂帶來數百萬美元的金錢損失 而初步陳述第38點就指出 雖然柚子模擬器可以免費下載 但被告維護一個Patreon的頁面 為柚子團隊每月務集捐款 以換取早期的訪問權每日更新 以及未發布的特殊功能 任天堂表示 柚子的Patreon帳戶目前擁有超過7000名訂閱者 為被告及開發者每月賺取大約3萬美元 還聲稱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旅》在2023年5月初 被非法下載超過100萬次之後 同一時間 柚子的Patreon會員人數 在同一時期以倍數增長 另外陳述之中亦指出 柚子模擬器Android版本的付費版 已下載超過1萬次 被告至少額外賺取5萬美元以上 以上指控中 關於《王國之旅》的盜版問題 突然轉向對柚子的指控 實在有一點莫名其妙 至少沒有證據證明 遊戲檔案是柚子模擬器發布的 網友就比喻 仿佛好像有人造了一輛沒有輪胎的車 然後有人擅自造了輪胎出來 然後發生交通意外 就只責造車的人 但唯一無可否認的是 柚子模擬器確實靠著能夠玩任天堂Switch遊戲 賺了不少可觀的收入 而在技術層面上 任天堂堅持就算破解自己的主機 在電腦上玩自己的備份遊戲 都是違反數碼千禧連版權法 但這一點似乎仍然有爭論的預計 因為很簡單一個概念 如果你在改機之後拿來販賣的話 就肯定是犯法 但任天堂提出的指控是 有知的網站提供了連結 帶有逐步說明的快速入門指南 教人透過使用非法的方法 破解自己的Switch主機 以及建立未經授權的Switch遊戲副本 另外第10點指出 有知完全違反數碼千禧連版權法的規定 使用模擬器解密玩任天堂的遊戲 構成非法規避的行為 因為有知模擬器雖然沒有提供Product Keys 今時來執行遊戲 但由於Switch遊戲是有加密的 配合Product Keys的話 有知模擬器就能對盜版遊戲進行非法授權 而在第5點裡面 亦都指控有知的首席開發人員賓利 以公開承認大多數用戶使用的不是自己的遊戲 而是在網上下載的盜版今時 雖然整篇大部份的論點 都是將盜版和有知模擬器 捆綁起來作出指控 但當中有多少是基於覺得 或者有多少是能夠成為證據 確實是有很多爭論的空間 無論之前模擬器的判決如何 今次案件的判決將有可能推翻過往的決定 而且面對任天堂這間日本最有錢的企業 有知根本就沒有財力進行多次的官司訴訟 至少有知模擬器的開發者在法庭上必須指出 程式本身除了玩盜版遊戲之外的存在意義 因為現實上 真是有人會擁有Switch的主機和遊戲 但因為主機的效能太差 會想在電腦上玩 和希望會有更加好的表現 這場官司最大可能出現的結果是 有知模擬器消失 Switch的盜版全部下架 而將來模擬器的生存空間亦都可能越來越狹窄 現在有知選擇在案件開審前罰款和解 既保留了模擬器的合法性 亦都令其他模擬器的生存空間得以暫時保存 為何PS5Xbox沒有盜版槍決問題呢? PC網上都有盜版 但用家更加喜歡在Steam上擁有自己的遊戲 我認為不會有人因為找不到盜版 便會去買正版 正如統計下載盜版音樂的人 都轉為購買付費的全流音樂 因為消費者只會選擇更優質及便利的服務 任天堂選擇不在技術著手 反而經常以法律及懲罰的方式處理 這樣對企業的形象 長遠肯定沒有不良影響 幸好這件事沒有再發酵下去 否則以後玩家可能只能以交連費的方式 才能玩到Switch Online 上的復古遊戲 今集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 ヽ ノ 真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